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花莲县在各单位努力下是力保零确诊 为了感谢所有防疫单位的贡献 花莲县政府26号上午举办了防疫感恩会 表扬了各防疫有工单位及人员 县长徐政委表示 下半年度还有更严峻的防疫任务 也勤勉所有公司部门能够和乡亲们继续坚持 确保疫情不在花莲发生 感谢所有的防疫人员和医护人员 感谢防疫期间配合防疫的每一个人 四岁的孩子用可爱的童音 道出了对防疫人员的无限感谢 因为有防疫人员的努力和奉献 让花莲乡亲及孩子们能够安全无语的快乐生活 这是花莲县政府为了感谢所有防疫单位的辛劳 所举办的防疫感恩会 县长徐政委表示 上半年在大家严谨的守护之下 花莲维持零确诊 但接下来还有更艰难的挑战 也期许大家继续吸手努力 捍卫花莲乡亲的健康 现在还是要持续的保持紧绝的态度 虽然花莲并没有疫情零确诊 但是也因为没有疫情零确诊 让我们更加的担忧 让我们更加的警醒 我们要走在更前头 我想在疫情的发挥之处 我要谢谢我们的指挥官给予我们最大的专业的指导 尤其是部件 让我们也协调了各医疗院所 让我们整个全面心来推动 而我要谢谢工部门的单位 卫生局结合我们的卫生所 还有所有的一世人物人 以及我们社会处 结合了他业管的所有的老人 不记在关怀据典人民处的文件在 所有的所有其实 非一人能当之 要全民共同努力之 26号上午的防疫感恩会 由县长徐正卫与卫生局长朱家祥 亲自表扬了防疫有功的各医疗院所 工会、学校、中央驻地方机关 各乡镇市健保药局等140一个单位 县长也叮咛 秋冬季到来 肺炎疫情有可能再度来袭 请说乡亲务必落实 起洗手、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新生活运动 共同拉起防护网 保障花莲的健康安全 借旅会欢恩师报道